我希望做出 剛剛這這四個欄會B到B先把它清空 那清空其實蠻好寫的 要不就是你一個一個把它清空 要不就是這個範圍把它clear contents 就好 或者是說把它再輸出 那你會發現其實我這個再輸出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 直接就丟到儲存格 而且裡面都是用名稱 OK 直接名稱丟過來就可以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這兩個程式其實非常簡短 一個回圈 再加上哪一欄 的哪一列 先哪一列哪一欄 然後丟什麼樣的公式 直接就把這個公式丟進去就可以 那你會發現 跟前面的寫法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名稱 那你會發現名稱有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上面的公式 我每換下一列 你會發現下一列 這個公式有沒有改變 完全沒改變 意思就是說你只要什麼 這一個 底下任何儲存格 你就直接丟一樣的東西 到它的儲存格裡面去 它 就會幫你出現結果 意思是說 不需要改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懂得把這個公式貼到VBA裡面的那個雙引號裡面就OK了 所以另外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用定義名稱的好處 還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 跟VBA搭配 非常的簡便 等於就是你寫完 這個Excel裡面的公式 放到VBA 其實就OK了 完全不需要修改 清楚的話可能就 裡面只要清空 再來就是說 如果今天希望把排名的前 前七個號碼 為什麼前七 因為 如果你要當成是 你的那個 簽註的參考 剛好七個號碼 你要 客戶去買的話 剛好你要抓前七個號碼 那你怎麼把七個 一出來做一定是這樣 然後把這個 把它做一個什麼 填一個顏色 然後這個 再來前七個 當然如果說號碼一多 你要光標注這些 就非常的 傷神 眼睛也很痛 那如果就像這種事情 你交給 這個程式來 是最簡單的 又快又正確 又簡單 所以程式應該會不會撰寫 這別說我DEMO一下 格式化 有沒有自動就完成 其實說真的這個格式化 程式呢 只有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其實就我們剛剛寫的差不多 所以你會發現 程式寫來寫去 幾乎都會有回圈 幾乎都會有邏輯判斷 然後邏輯判斷為True的就做什麼事情 就把底色改成黃色 所以其實程式大概就五行 4回圈買一對 4nex 範圍給他 然後1付 什麼呢 如果他的1欄裡面的 這個資料 假設小於等於7的話 那把他的同一列的 A藍 的那個儲存格 顏色改成紅色 改成黃色 底色改黃色 我們有教過吧 OK 所以 把它搭配 結果就OK 那清楚的話前面有講過 清楚 有沒有 intro 點color 等於xl 就清楚了 前面也講過 但是呢 其實 一般其實說真的你把這些格式化 當然固然是已經很OK的 一看 12號 21號 2728 33 一直到39 其實也夠清楚了 不過說真的 如果一個站在假設 以後如果你要提供給你的主管 你老闆或你客戶看的時候 他一定會覺得說你真的是太麻煩了吧 還要讓我捲動 你最好是直接幫我把號碼放到這邊來就好 對 列表 這樣不就OK了 你為什麼還要叫我在那邊捲來捲去看 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最好是把號碼 放到這邊來 那問題來了 怎麼樣改寫 其實程式跟各位講也是一樣 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加一行程式就是 把這個資料 幫你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這個我記得我跟一直強調 把什麼呢 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第四列一直往下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剛好 當他已經放一個 然後我要記得他就把那個 2再加1 2再加1再向往下加1 這樣就可以達到列表的目的 OK要程式怎麼寫 也許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邊 先想一下 其實 有一個 加進去就有個清楚 所以其實總共應該有三段層次 請各位先想想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待會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解答一下 這部分怎麼做 看你要怎麼做 第一個 把公式丟進來 直接執行 實際上這個按鈕 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其實也不複雜 第一個就是你要 寫一個 4A 等於 你可以從 A2 向下追蹤 所以其實寫法跟剛剛 那個寫法一樣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分別怎麼樣 把公式放到它的BCDE 所以其實程式 基本上並不複雜 我大概看一下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可以寫4A等於第2列 到它的最下面列 這個追蹤我們前面寫的還蠻多的 再來的話就是分別把它的 BCDE 其實這幾個的話 基本上就是 假設你就可以寫這樣 基本上你可以 Sales的I列的B欄 它裡面的東西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 切換到那個我們的Visual Basic這邊 把它貼上就可以 那這樣B欄就有了 C欄的話 意思是對嗎 BC C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貼一下 然後這邊 CDE 然後分別把這邊改成 CDE OK 未來如果你有很多 很多欄 你就照著貼就好 反正我覺得這個好處就是 你很多欄 你就一個回圈 全部就OK了 它可以很快的 把原來的狀態在全部再亂回一遍 那只是後面的公式 你就把它直接貼過來 不過像這邊 其實大概用改的也可以 102 其實這邊102 這個比較好改 這個的話合計就是把 這等於這個公式複製過來 把它 切到這邊來之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貼的話記得就是前後雙引號留下來 前後的雙引號 然後把公式貼到它中間 然後這個Rank 排名的話 Rank點擊一樣複製 記得按個取消 再點擊切到這個VideoBase 再把公式貼上 這樣這個VBA我們就寫完了 就是這樣而已 OK 那清除的話基本上有幾個寫法 要不就是你可以用這種4回圈的寫法 其實你會發現跟剛剛這個範圍的回圈蠻像 只是差別後面是清空 這樣清空可不可以 可以 OK 然後輸出資料 這樣OK 清除 不過呢這種清除有一個缺點 前面跟各位講過 它其實 效率並不好 為什麼 因為它 不過還好 主要因為我們這邊 電腦速度太快了 所以你會發現好像跑起來 好像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你在那個效率稍微差一點 電腦等級不是那麼高的電腦上面你會發現 它跑起來就變慢動作 而且你會越多的儲存歌越會有那種 越來越慢的那種趨勢 OK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是怎麼跑的 它是跑一個4回圈 然後就是這個清空 清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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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換下一個 所以它其實就是這樣慢慢清空 慢慢清空當然效率一定是差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它效率好的話你就不要一個一個清空 因為它是整個範圍所以你可以 我把它註解這個範圍註解 然後改成下面這個 正確的寫法我覺得比較OK的寫法應該什麼 應該是你把它寫成什麼 Range的寫法 Range你可以到Range的 1的 比如說這個最下面應該是到43 1的43 所以理論上我就這邊把它改成43 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清除 整個範圍清除的話就點clear 你打一個cl clear contents 指的是清除它的資料 OK 如果你用clear的話是清除全部 所以如果你清除全部 裡面的格式包含框線也會去除 當然不是我們要我們是清除 資料所以是清除clear contents 這個才正確 OK 所以我把它這個執行一下 如果clear這個 好處就是說只有一行 另外的話效率非常快 一下不見了 它完全不會拖泥帶水 OK 所以記得是要寫成這樣的方式 哪個範圍 但是這一題的話你有沒有發現 最下面 假如 理論上這個42列應該是不會變 不過將來如果你的 其他儲存可能會增加或減少的話 那你應該就怎麼樣 你要把這個43 改成向下追蹤 把這個向下追蹤換到這邊來 寫法的話我跟各位寫一次給大家 就是把這個43刪除掉 後面的話因為它剛好在最後面 所以 就不用串在中間 而是串在它的 右邊 所以 空一格加上AND符號 再加一個空一格 然後把 這一 這一段有沒有 這一段公式向下追蹤的結果 放到這邊來就好 好啊 特別之外我先把它移開 它會錯 我沒關係你就再把這個地方 複製到這邊 AND的後一個空白 的這個地方 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就OK了 不過可能 要 慢慢習慣 因為它剛好就在最右邊 所以不需要再串 一個AND OK 直接串 這樣意思是說 它應該就取得什麼 取得了43這個數字 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跟這個串在一起 43是一個數字 它遇到AND符號 自動會幫我加上這樣子 就是43本來43的數字 列 然後 遇到AND符號 它會自動加前後的 自串符號 並且跟這個并在一起 所以把這個43并到 1的後面去 那就完成變 B2冒號143 OK應該可以知道這意思 OK 那 可能這同學 比較容易卡住的地方 不過還是一樣 你反正多練習久了 你慢慢就習慣了 OK 你會覺得這很正常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1階段 就第1個清除 這個樂透彩 跟樂透彩清除 它最簡單的就是 最方便的地方就是 完全不用做 任何的修改 自動把公式丟過去 但是 缺點就是什麼 缺點就是 它會 很多的公式 你其實就丟一堆公式 所以當然相對 如果你是用丟公式的話 它的那個檔案 相對會比較大 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丟公式啊 我用那個什麼 把那個 VBA做完的結果直接丟過來 讓它顯示的話 當然也可以 只是說你可能要思考 我們今天 課堂上前面講的 就是怎麼樣 因為在那個 VBA裡面一樣沒有counif 沒有counif這個函數 也沒有counif這個函數 所以如果你要轉變的話 你可能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application .worksheet function 然後你去 引用這個counif 後面有範圍 如果你用名稱的話 一樣可以用range range刮符 雙引號 這個 開講101 一樣可以 然後 反正 就是把那個 剛剛講的部分那個方法 把它轉用進來 這樣也可以的 就是不要丟公式的 引用什麼 引用Excel的函數到VBA使用 不過相對 困難度也比較高 而且還真的是跨工作表 你還要把那個 可能如果有跨工作表 可能要把它夾進來 不過這個部分我想 請各位回去試試看好了 一定 如果你要精進的話 一定還是要多一些 除了會 我們上課的範例之外 還要試著把 上課的範例 學的東西 再用到你其他工作上面 如果你其他工作上面 也能夠 做得出結果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 不然的話 其實都只是 略懂略懂 城市最怕略懂 因為 寫不出來 等於 等於接近美學 很怕說很多同學學了之後沒有真的拿去用 真的慢慢也都忘光了 所以第1個 我們已經做完了 第2個的話待會再來看 這一組 已經OK了 再來我們待會看這一組 格式化 什麼意思 我們先不要 列清單 我們只是希望很簡單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如果他依然裡面的這個數字 小於等於7 因為我要前7名的 所以他是小於等於7 那 幫我把 他的同一列的顏色 把它填滿成 黃色 這要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就跟剛剛寫法差不多 4回圈 For I 等於 這個2到最下面一列 NAS 再來IF什麼呢 如果剛剛講的 IF Sales 列的 依然 如果小於 等於7的話 那就把這邊的顏色 INTEL COLOR 填一個 黃色進去 就OK了 程式應該我記得五行而已 清楚的話就是把INTEL COLOR 等於XLN 也許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上面這個兩按鈕 試著做做看 做完之後再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做格式化的部分 畫面的先還給各位 好